大家好,我是三喵,一个有温度的学渣 今儿啊,这小尾巴头头都在这里 再继续配您聊个几块小时 有人看这桌子上放着一本书 那意思是不是三喵您要见书啊 还真不是 这本书啊,这是我亲自翻译 亲自审教 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这个达芬奇的这个飞行笔记 咱们知道这达芬奇啊 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啊 我要他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传奇 他不但画了蒙娜丽莎 他不但做了很多很多的艺术创作 甚至有人说他发明了坦克 发明了潜艇 发明了直升机 我去那个英国Bobington坦克博物馆 开头的第一个展品是达芬奇设计的坦克模型 您瞧这本书里也不例外 这本书讲的是什么 达芬奇他在认真的观察这个鸟类的各种飞行姿态 然后呢 他试图去做一个铺翼机啊 他试图去做一个铺翼机 这样的一个尝试 那么飞行飞行手稿是飞行笔记的手稿 是在这个意大利都灵的这个皇家图书馆里面 二十页啊 他这里面讲的是什么 然后由意大利著名的达芬奇研究学者 Edward Zanen 还有这个Mario Tadai 这两个人 他们去把它给认真的写了出来 那我呢 只不过为这个作品做了一点点微小的贡献 那其实今儿不聊这本书 其实这书说实话啊 我也不鼓励大家买 您放在家里也就是个砖头对吧 您也不会去认真看他对不对 啊 咱们今儿聊点别的 然后什么达芬奇所在的这文艺复兴 这个是我们可以聊聊这个时代 也可以聊到达芬奇这一个人 我们怎么去界定他 文艺复兴啊 这个我们先从达芬奇这个人开始聊 这达芬奇是一个什么人 有个画家 大师 对不对 大师级的画家等等等等 那我觉得达芬奇有一点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可能大家很难想象 有人说哼 知识分子 这达芬奇对不对 小时候画蛋 对吧 那很多那形象里面 不就是他在那边 拿那个画布在那画东西 然后可能解剖 还解剖人体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然后这个鼻子 还还还还沾着各种各样的颜色 就这人也配叫知识分子 哎当然叫了 这跟中国相对的那些人是文人 对吧 我当时翻译这本书的时候 我会有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感觉 我会觉得知识分子跟文人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 哎这怎么回事呢 来我们说知识分子面对的是知识 那从字面意思上来解释啊 知识分子 面对的是知识 而这这些知识是客观世界当中真实存在的啊 比如说我研究猫的行为啊 我研究猫的行为 这叫知识 对吧 我研究鸟子怎么飞行 这当然也叫知识 那么达芬奇的研究叫不叫知识 当然叫了 透视几何画法 这不叫知识吗 达芬奇当时为了把人体给画的好 您看人家是亲自解剖人体的 这难叫难道不叫知识吗 对不对 达芬奇 他是想去做出这个铺一击 他就去观察这个鸟类怎么飞行 这难道不叫知识吗 当然我们讲啊 达芬奇所在的那个年代啊 达芬奇所在那个年代 大概和明朝的唐伯虎是同年的啊 那个时候啊 是没有什么描表 没有什么非常精确的计时间的工具 甚至你要是去看鸟的飞行 更没有什么高速延时摄影 全都没有 所以达芬奇做的很多观测 其实是错的 你知道吧 对吧 比如说这个他达芬奇是分不清速度和加速度的 光凭这一点 他往后很多很多的这些观测 他做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结论啊 是有问题的 那么当然在这种有问题的结论之上啊 您去做一个铺一击 这玩意儿你要是想让它能飞起来 这个那真是不太可能 达芬奇自己到文献的最后 他说我做出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巨鸟 这个巨鸟能不能飞 我很期待 到最后就没有下文 大约这个铺一击是一定不能飞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到19世纪末的时候 李林塔尔这个 他做的这种铺一击 已经是比达芬奇这种要优异很多了 但是这玩意儿也不能叫真正的实用的飞行 直到这个莱特兄弟这个飞机啊 他真正的把飞行问题解决 直到现在想靠铺一飞行 这个东西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我们要的还是有动力飞行 当然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但是你也不能说 达芬奇他做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他是错的 这个东西过于技术 咱们就不展开 但是有一点达芬奇 他面对的是知识 对不对 真实的知识 达芬奇对于这个鸟的观察 特别特别的仔细 对吧 你看他在观察这种红尾渊 对不对 他这个翅膀展开的时候怎么样 翅膀收起来的时候怎么样 等等等等 然后这个红尾渊 他是怎么飞的 这样飞还是先俯冲再爬升 等等等等 达芬奇就是凭借自己的一双肉眼 就是这么去看 这叫知识分子 您知道吧 就算他得出的很多答案是错的 您比如说亚里士多德 我觉得亚里士多德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知识分子 小学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什么来着 对吧 叫那个两个铁球同事罗里 加里略当然也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知识分子 事实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的观测就算有错 OK 加里略通过观测把这个事实给纠成过来了 两个人都非常了不起 所以你看哎小尾巴谢谢 达芬奇啊 他自己把这鸟类的飞行 您看他是给画成了这样的一些东西 哎给写写字画画 哎我的整个二十页的东西 我来写这个对不对 这是知识分子 我再次强调一遍 所有的知识都是面对的真实的东西去进行这个啊 进行这个去去讲一些东西 你比如说这个你包括法布尔你知道法布尔吧 这个昆虫学家对吧 我小的时候看的那个什么昆虫记 就是他写的 法布尔那也是一个响叨叨的知识分子 你不能说这个谁达芬奇更传奇 这法布尔是个乡下的老农 不觉得法布尔不行 不 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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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尊敬的这个知识分子 那么知识分子呢 他们当然是要去看真实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达芬奇说过这样的一些话 他说这个我宁可用图像啊 我宁可用图像去讲东西 而不是用语言去讲东西 这是介绍我翻译的 他说作者你没有什么样的文字去描述 才可能做到像绘画那样的完美呢 对才可能做到像绘画一样的完美呢 所以达芬奇对于绘画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这种绘画叫什么painting啊 但是这个真正的表达就是rendering 就是我怎么样去呈现他我怎么样把他表现的栩栩如生 对不对 这种绘画是通过透视啊写剖啊观察等等等等 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来解决 对不对 你们缺乏见识困惑不已 只能让事物本体的很少信息流露出来 你们欺骗自己 对自己说通过言语描述实物外形就能满足听众 但我要告诉你们不要让词汇拖累自己 除非你在同一个盲人说话或者用一个言语 或者用言语描述给人的耳朵去听 哎你知道这些话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就是老子道德经理说的什么呢 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 当你用词汇去把一些东西给表达出来 说你其实已经在失去他 对吧 而不是让一个人的眼睛看 去谈论事物的存在或者事物的本质 不要让讲给人听的行为方案了你的表达 因为你的努力终将被画家做超越 对不对 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做派 你可以说他是科学家 科学家就是知识分子 对不对 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艺术家 但是我觉得达芬奇最恰当的说法 他就是一个想当当的了不起的知识分子 对不对 那他在质问一些人 但你们还活在梦中啊 你们更容易被虚假的推理和欺骗所逾越吗 你们还愿意继续谈论那些浮夸的不确定的事物 而非关注那些确定的自然发生了且触手可得的事物吗 注意 这个你们指的是什么呢 来 我来给这个你们给下一个定 这叫文人 哎 中国过去其实是没有知识分子的 只有文人 因为文人他面对的是语言 或者说我用语言怎么样去雕琢 我的这种语言去把一些事情给说清楚对不对 你看到了没有就是你在用语言去表述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你不肯面对这种事物的这种真相对不对 那中国古代很遗憾 是不太会有人去认真的去观察这些事物的 你说到底啊 你比如说历道远写过一本水晶著对不对 徐霞克有一本游记 沈阔有一本梦西笔谈 他这里面算是知言片语 零零碎碎的 讲了一点点跟真实的世界有关的东西 其他的一些东西 不好意思都没有都没有 对吧 我当时翻译这本书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一个内心的感觉 我会拿达芬奇他的这种想法 跟中国古代的文人去对比 而中国古代文人的巅峰 我们知道一个人叫苏东坡 对不对 你和达芬奇比一比 苏东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吧 嗯 我可能说这些话可能有的人挺不高兴 但是我就是觉得苏东坡 在很多程度上 是没法跟达芬奇比的 一个文人对吧 你没有办法跟一个知识分子 去相提并 当然有人说 那这样子也不是苏东坡自己的问题 是 那不是苏东坡自己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是 您中国号称历史这么悠久 怎么就 顶峰也就那样了 怎么就也就出不来一个知识分子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这些文人们普遍都想着我自己要浮躁啊 非常非常的浮躁 要干嘛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对不对 也是苏家父子吧 写过什么刘侯论 张良论 什么六国论 看上去是侃侃而谈 对不对 那不就是倩盘侠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文人跟这种知识分子这样的一些差别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显著的 对不对 那么达芬奇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理念啊 他后代其实是一脉相扎 咱们就不说西方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啊 对不对 西方很多的这种文化啊 他是鼓励你自己去动手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鼓励你自己去观察做一些事情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人家西方啊 这个我在英国的时候看到他们没事就去野营 hiking go hiking 对不对 干嘛呢 我去运河上 我去找个船 我去我去钓鱼去 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 人家是接触大自然接触真实的这种事情啊 最真实的这种世界做出反馈 这个叫自己的这种休闲 那至于中国是什么呀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当然我们说达芬奇生活在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时代里面 这个时代叫瘟疫复兴啊 这个renaissance的你要是算这个年代的话 跟中国的王阳明啊 王守仁也差不了太多 但是文艺复兴整个的烈度跟王阳明 他所倡导的这种东西 那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那有人说这王阳明可不可以认为是中国的这个马丁路德 可不可以认为是引发了中国的宗教改革 甚至引发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呢啊 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那么什么叫瘟疫复兴 本质上它是一种世俗化的过程 secularization 为什么要世俗化 有人说世俗你这也不是贬义词吗 不 世俗这个意思是非宗教 过去这种宗教 那统领欧洲已经很久很久了 对不对 至少在艺术表达的领域 我只能去表现宗教的题材 我非宗教的题材我是不能表达的 现在好 那非宗教的这种题材可以表达了 你看这叫瘟疫复兴 secularization 那为什么叫复兴呢 因为它的表面上它是这个复兴古希腊罗马的一些这个传统 比如说这个瘟疫复兴时候另外一个巨匠 你看朗基罗 它叼一个大卫 对不对 那个他在上电视的时候 有一些身体部位还打马赛克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看古希腊的时候有个雕塑 叫断壁的维纳斯 你看这两个雕塑 年代上差得很远 但是他们整个想表达的人体美感 都是一致的 所以文艺复兴 它是以复兴希腊罗马的这种文化为幌子 去干嘛呢 去实行一种非宗教化 对不对 你比如说这个加利略 他爹文秦总这样的一个人 他干嘛呢 他就组织了一个戏剧社 去干嘛 我去复原希腊罗马那个时候的戏剧 您别天天演戏剧 就是演宗教的这种题材了 有人说那这种文艺复兴 像不像中国的古文运动 对不对 那个韩裕不是说吗 这个文必秦汉吗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下 我去 因为我们知道汉卫六朝的那些诗句 写的文章写的非常非常的浮夸 那我这个时候我要回归到这种 秦汉那个时候写的言之有误 文艺在道 那按我说 韩裕的这种古文运动 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东西 但是他对于整个世界 他的这个影响力比文艺复兴 还是差的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说 这个达芬奇 的确是人类历史上 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的知识分子 对不对 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困惑是什么 你把一个文人 假装成他是知识分子 他不是 他到最后他都是个文人 他绝对不可能是知识分子 对不对 行 那么今天我们讲达芬奇 咱们啰哩啰嗦 讲这么多 咱们下次再看到更好的话题 我再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看这两位有情兔业 拜拜 拜拜 好